非常想念弟兄姐妹 爱我的人都知道 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没有预期 在6月23号 就急急忙忙回到台湾去 因为孟姐 我的岳母 身体不舒适 我们那时候很紧张 我回去的时候还戴着西装 孟伟说 你还戴着西装干什么 那么热的天气到台湾 你还穿西装吗 我们这次回去是陪妈妈 我没跟她讲 我说我要做好最后的准备 我们也没有确定说 我们是不是能够 在8月份的时候回来 但是感谢主 上帝知道我们的心 岳母 得了COVID-19 她没有打预防针 她已经94岁 也非常年长 那她得到这个病以后 昏迷了五天 我们都非常紧张 所以我们急急忙忙 赶回台湾去 感谢主 当我们回到台湾的时候 母亲已经能够坐起来 而且她也可以在卧房里面 进食吃饭 我们就拼命地为她祷告 每天也鼓励她 其实鼓励一个 敬前的母亲 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陪伴她一起祷告 我们每一天都陪她祷告 那就看着她 一天一天地强壮起来 从可以站起来 走几步路 到餐厅吃饭 然后到我们离开的时候 她已经可以早上起来 跟下午睡午觉起来 跟晚上睡觉之前三次 她都能够扶着Walker 那么在客厅里面走来走去 真的是上帝的恩典 她告诉我们说 那五天 我们的嫂嫂跟妹妹 紧张得不得了 吓死了打电话给我们 但是她呢 她完全不知道 神抹去所有的痛苦 让她能够在昏迷中 一点知觉都没有 等到她醒来的时候 一天一天地就健康起来 我真的很想念弟兄姐妹 我每一个礼拜早唱 两点钟的时候 一定起来 透过我们的Zoom 或者是YouTube 跟大家一起敬拜 你们在这里的敬拜 真是太美了 真是太美了 这是我怀念的其中之一 当然我也很想念在我们教会当中 有许多弟兄姐妹也在病痛中 那么为自己的岳母祷告的时候 总是不会忘记提你们的名字 跟你们一起来祷告 为爱的人而活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在2007年的时候 孟伟她得了领风 那个时候我放下一切 陪着她治病 但是 为爱的人而活 虽然不容易 可是却是很甜蜜 因为真的是可以 24小时跟她在一起 其实孟伟很奇妙的一个女子 她从1993年的时候 就跟余大为朝夕相见 因为我跟她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 所以在家里面我们在一起 到了工作场合我们又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可是在她生病的那段时间 给我的感觉是不一样 我是为她而活的时候 那就是朝夕相见都没有办法形容 那个时候就是说 她的呼吸 她的舒适与否 她的疼痛 或者是看到护士扎针 24小时看着她 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那么这一次 我又再一次地感受到 为岳母而活的两个月 虽然不容易 虽然很紧张 虽然没有信心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 这两个月 我觉得比什么都来得 更有价值有意义 因为我爱我的岳母 你们都知道 我的岳母是在我迷思的时候 介绍耶稣基督给我 让我信耶稣 后来还把她的女儿给了我 所以我跟岳母的关系 真的是很不一样 那我从来没有 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能够两个月 24小时 朝夕跟她相处 跟她一起祷告 难怪 我有属灵的生命的成长 乃是因为 有着一个敬前的岳母 那么为人而活 是这样的甜蜜 这样有意义 有价值 那么请问 为主而活呢 你觉得如何呢 感恩 刚才主席方欣弟兄讲 知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啊 八月的最后一个礼拜 就马上进入到九月了 九月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九月是我们满周年 两岁了 那么如果说 月底是两岁的时候 倒退四个礼拜 今天是第几个礼拜 有没有想过啊 刚好满一百个礼拜嘛 两年五十二个礼拜乘以二 不就是一百零四吗 倒退四个礼拜 今天不就是满一百周年吗 不 满一百周年 阿们 阿们 满一百个星期 我说 神真的很恩待我 而且我想 我们教母同工也非常尊敬我 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 是三月二十七号 刚好满一年半 我每一次讲到的时候 都有个特别的日子 我觉得都特别有意义 今天是我们第一四十一教会 成立以来 刚好一百个星期 一百个星期不短 但是一百个星期也不长 在这一百个星期里面 我们走过多少 神恩典的路 就算是上个礼拜吧 有谁能够想到 我们会请到黄国人牧师啊 但有谁会想到 没有想到 这都是上帝的安排 对不对 那么在八月十二号十三号 有谁想到我们会有一个特会 叫做知难 不是而退 知难而尽 有谁想到 本来八月初的时候 应该是我们请余牧师 余宏杰牧师来给我们办特会的 结果因为他的妻子 余师母 生病 开刀 他不能来 但是上帝知道 他要喂养我们 他要给我们 跟余宏杰牧师 一样好的恩典 于是他就让我们去参加了 这个知难而尽的一个宣道大会 去的人一定可以跟我说阿们 因为在这个信息里面 我们真的得到激励 我们要感恩 黄国人牧师 他不认识我们 但是他非常喜欢我们这个教会 虽然我不在 但是后来我听说 陪伴他的人都听到 黄国人牧师 非常喜欢我们这个教会 他很amazing 怎么会有一个教会 在人人都关闭的时候 你们开始 在疫情当中 大家都不敢来教会的时候 我们却乌鸦鸦一片坐满了人 真的是amazing 我们在这个恩典当中 我们不是每一天都有这种感受 但是我们听一听 站在有一点距离的人 他们口中看我们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千万不是因为骄傲而欢欣 我们更应该谦卑 因为知道神的恩典 还不仅仅如此而已 所以黄国人牧师 他不认识我们 但是他跟我们讲了一篇信息 是有关传福音的信息 这是告诉我们 我们做对了 他不知道 但是上帝知道 我们做对了 我们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传福音的信息 永远不会多 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成就教会的心意 就是要我们能够传福音 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 再一次读挪亚方舟 会不会浮现很多的画面 很可爱的画面 像卡通片一样的 像儿童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一样 好多很可爱的动物 进到方舟里面去 然后大洪水来 结果只拯救了八个人 上帝心痛吗 我们没有感受 我们讲到洪水的时候 很遥远 那是五千年前的事情 但是洪水泛滥 警惕我们 真的要在这个世代 要继续不断地传福音 所以黄国人牧师告诉我们 在我们当中 我们如果说有四百人的话 我们应该有一百个传福音的团队 将来我们DEC教会 一定会有一百个小组 一定有一百个小组 而且光信牧师的回应 实在是很触动人 有耶稣基督的地方 人一定挤得满满的 这是我们DEC教会的愿景 已经看见了 我们要看见第二堂 挤得满满 我们要宣告 我们有第三堂 要挤得满满 不要跟我说 你们好伟大 要震动天地 要震动万国 不 是我们跟着神来震动天地 是我们跟着神来震动万国 不兴奋吗 DEC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不兴奋吗 你参加的教会 就是一个 能够震动天地 震动万国 好 如何 传福音 唯有传福音 领人信耶稣 我们能够翻转这个世代 感恩 我们今天已经到了一百个星期了 今天我要 跟大家传讲的一个信息 非常重要 就是带你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你认为你现在已经找到 神的应许之地的人举手 有人 勇敢 勇敢 的确是 等一下 你听我讲完以后 你才发觉到原来 在地上没有应许之地 你说 于大伟 你在讲什么 你是 不是讲圣经吧 我们来看一看 好不好 在过去两年 神要我们努力地带人进DEC 未来呢 神要把我们带到哪一个方向去 八月份的QT 神用洪水审判 挪亚的时代以后 经过了四百三十年 大约了 神拣选了亚伯拉罕 带他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我深深地感受到 神也有这样的一个迫切感 要把我们DEC教会 要带进他的应许之地 应许之地不仅仅是 给亚伯兰的 就是亚伯拉罕 也是为他的后裔 为你 为我 我们都是亚伯兰的后裔 因为圣经说 那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你会不会与我有同样的盼望 DEC教会 从今天开始 我们有一个新的旅程 有一个新的目标 其实早就在这里 就是要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两千年前 主耶稣已经预告我们 现今这个世代 是什么样的一个世代 我们一起来看 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跟着我一起来念 主又说 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 他们好像什么呢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 彼此呼叫说 我们向你们吹笛 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 你们不提哭 够写实了吧 近三年来 新冠肺炎疫情到今天 搅乱了全世界的生活形态 形成了一个叫做 New Normal 新常态 什么叫做新常态 抢劫 枪杀 族群分裂 仇恨 暴力犯罪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常态吗 哪一天你没有听到这些东西的 世界各地的野火 饥荒 干旱 水灾 气温两极化 已经听了好几年了 是不是一个常态 它是一个常态了吗 应该有的吗 上帝创造的宇宙 真的是应该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恐惧里面吗 一年半 那个礼拜 我讲到的时候 我有提到 乌克兰战争 那个时候才只有一个月 才只有一个月 二月 二月二十四号开始的 那时候只有一个月 今天已经多久了 有算过吗 六个月有四天 二十六个礼拜 又三天 总共是一百八十五天 习惯了 为什么 因为魔鬼撒旦早就已经在预备 韩战 越战 阿富汗 塔利班 到处都有战争 我们已经习惯了 这不是新常态 这不是新常态 我们一直以为是新常态 其实真正的新常态是什么 就是耶稣所说的 我向你们吹笛 你们不跳舞 我向你们举哀 你们怎么样 不提哭 所谓的新常态 其实就是一种冷漠 就是一种无所谓 我不怪你 我也是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说 我的问题已经够多了 我的梦想还没有达成呢 其实所谓的新常态 不过就是一个应变的能力而已 当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我们能够接受的时候 这个新常态就叫做常态 对不对 就叫常态 不出奇 8月4号到7号 那个时候 我跟孟姐两个人在想 我们回不回得去啊 就算是妈妈身体健康了 我们也回不去 你们知道那个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啊 8月4号 8月7号 对 中国大陆封锁台湾 那时候我们在台湾 有七个area 把台湾整个都包围起来 他们在那里打飞弹 那边实弹演习 飞飞机 军舰 大炮 如果你们听到 张茂松牧师最近讲的一篇道的时候 你就听到 他跟他的儿子的孙子 在东岸的海边 他听到 蹦 蹦 蹦 就是那么近 就这么近 海上军舰开炮的声音 离奇不离奇 也真的是很难理解 在台湾满了都是 有的人抱怨台湾的政府 有的人抱怨中国的政府 有的人抱怨美国的政府 因为说这件事情都是美国惹出来的 然后呢 在电视上 在公共交通车上 到处听到很多人在分析 头头是道这件事情 但是好像是别人的事情 跟自己没有关系 甚至于还有很多年轻人很看热闹 他跑到军事演习最近的一个小琉球 他在那边拍照 他说我在等 我要在那边看烟火 什么人都有 但是就是少有几个人 真正的为这千万人的性命而担忧 唯独庆幸的是在台湾 还有一些教会 他们借着 为这国家 为这国家 为这民族 为这人的性命 为这世界的和平而祷告 你愿意参加吗 我们不要像那些分析家一样 分析来分析去 头头是道 跟自己好像没有关系一样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要因着别人的缘故 我们彼此仇恨 来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24章37节到39节 告诉我们现今的另一个写照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取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请跟我说 人照常吃喝嫁取 那么挪亚的日子 是什么样的日子 创世纪六章五到八节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 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 竟都是恶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耶和华说 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 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 都从地上除灭 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感谢主 上帝后悔造人 但是他没有选择 把人全部歪抱掉 把人全部消灭掉 他选择了挪亚 挪亚真的是这么好吗 配得救恩吗 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 上帝是说 是在那一个时代 他还算是一个艺人 因为是跟别的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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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非常恶劣的人比较 他算是一个艺人 想想我们也是如此 想想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今天凭什么坐在这里 领受神的救恩 就像挪亚一样 上帝 爱你爱我 耶稣在传递一个信息 现今与挪亚的时代 一模一样 我们哪一个人不希望能够吃喝架去 让我们的家庭幸福 但是如果我们心中只有这一些的话 耶稣说 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 尽都是恶 所以审判 还会来的 但是 救恩呢 也像挪亚方舟一样 也会存在 要临到这个世界 只是方式不一样 我们来看创世纪九章十一节 神与人和一切的活物立约 凡有血肉的 不再被洪水灭绝 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那么人是不是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犯罪 因为上帝已经说 他不再用洪水来灭地上的人 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什么 他说主再来的日子 天壁有大响声废墟 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烧尽 虽然没有洪水的审判 但是却有烈火的审判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 那么积极地要传福音 有人说于他为孟伟 光信牧师 还有摩摩摩 你们为什么这样 咄咄逼人 你非要他信耶稣 要开口绝志 你一定要他举手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你一定逼着他赶快去上 这个受禁班 然后去受洗 我们真的不知道 那一天什么时候来 如果你接受这个新常态的话 你真的不会有这样的急迫感 你真的不会有这样的急迫感 但是在我们教会里面 有许许多的弟兄姐妹 有这样的急迫感 我们不是在逼人信耶稣啊 因为我们真的知道 那个洪水来的时候的可怕 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里面 可以看到 在某某高山上的化石是鱼 对不对 我们常常在很多的博物馆里面看到 很高的高山上 所挖出来的都是水生动物 那是因为洪水的缘故嘛 如果说今天神告诉你 你告诉我 审判马上就要来到 你将会如何 回去写遗书吗 too late 你一定会回到家里面 看看家里面还有谁没有信耶稣 你一定要带他来信耶稣 第一次教会就是为他们预备的 第一次教会 前面的路是什么 不要看我们的位置不够 没有关系 光鲜牧师说 他可以一天讲两堂 他一天讲三堂 他预备好自己一天讲四堂 我们会给他吃补一点 让他一天讲五堂好不好 但是我们也要你起来 在我们的影音团队里面 在我们的敬拜赞美团队里面 在我们的儿童服事里面 一起来参与服事 这是我们第一次教会的愿景 是的 我们不疏忽 现今在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 是神在向我们所发出的警告 是与神呼召我们起来 建造第一次教会有关 神怎么样拣选挪亚建造方舟 成为那一个世代的拯救 今天上帝照样要建造 我们第一次成为 这一个世代的拯救 神怎么样呼召亚伯拉罕 那么带他出无耳 往应许之地 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目标 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 回应神的呼召 要进入到应许之地 怎么样进入应许之地 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第一个操练 就是建立进前的文化 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 非常熟悉的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去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那个地图 下面一张 乌尔在哪里 乌尔在士拿地 对不对 士拿地是在哪里 很有意思 士拿地 挪亚方舟的故事 结束的时候 他们走出了这个方舟 然后挪亚的后代 散 韩 雅佛 他们三个人 不断地生孩子 他们那时候年龄都很高的 就像散好了 他102岁的时候 生儿育女 然后他又活了500年 所以他有602岁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那个人就一直就 很快就多起来 但是没有想到 短短的101年而已 在第五代的时候 在第五代的时候 人就开始建巴别塔 巴别塔在哪里 就在斯拿 斯拿地 乌尔就在斯拿地里面 所以你们要知道 这个地方是什么样一个地方 我怎么知道 是在第五代 因为散生了亚发萨 然后亚发萨生了沙拉 沙拉生了西伯 西伯生法勒 法勒的意思就是分的意思 因为他的爸爸 这个西伯 眼睛看见上帝怎么样 打乱人的口音 让人分散到各地 所以给他的儿子 就取名叫分 纪念他那个世代 那么才多少年 才只有101年 从挪亚出来 挪亚出了方舟以后 又活了350年 所以那个时候 挪亚亲眼也看见 对不对 自己拯救出来的一家人 结果他的子孙后代 又远离了上帝 所以天父 耶和华神要亚伯拉罕 要离开本族 要离开本地 本族跟父家 其实亚伯拉罕 一开始的时候 得到的启示 并不是要离开 本地 本族跟父家的 在那个《使徒行传》 从史蒂凡 他的见证里面就有提到 那个时候 他在吴尔 他听到上帝 要他离开本地跟丙族 结果他出去的时候 也带着他的爸爸 圣经上说是 他拉带着他 其实事实上 他拉是一个 在约书亚纪的时候知道 他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人 他不会听到上帝的话 他之所以会离开吴尔 是因为他的儿子 听到上帝的话 这个儿子很有意思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话 在你的家谱里面 你会有哪些人 哎呀 一路追上去 因为伞还没死 他出生的时候 前两年 挪亚才去世 在他出生的时候 伞那个时候 才只有四百多岁 将近五百岁的时候 你想想看 他是第几代 他是第九代 伞的第九代 我们中国人讲说 祖宗十八代 那么十八代怎么讲呢 十八代是向上推九代 向下推九代 对不对 那么伞就是他的 祖宗十八代最老的那一个 那么算是哪一代 叫鼻祖 你会算吗 父亲 祖父 真祖父 高祖父 再上去 又很难讲了 什么天祖父 对不对 还有列祖父 什么 到第九代的时候 叫鼻祖父 鼻祖父 很有意思 我们中国人 只推到九代 刚好我想大概就是 亚伯拉罕 只能够推到第九代 就是伞 伞还在 当他在幼年的时候 他一定听过 哇 他这个老奶 老爷爷 老老老老老 老爷爷 跟他讲 洪水前后的故事 洪水前 人也是犯罪 以至于 要有洪水 那么 在犯罪的 祖谱里面 有一个人 叫做以诺 我相信 那个 亚伯拉罕 印象非常深刻 他有一个 元祖 叫以诺 只活了三百六十年 但是他却 与神同行 上帝把他提去了 他一定跟 当时在四拿地 在乌尔所居住的人 有不同的心智 有不同的心智 所以当神呼召他 离开乌尔的时候 他就愿意去 而且他带着爸爸 带着侄儿 带着他的哥哥 拿赫 全家都去了 哪里 哈兰 结果哈兰 成为一个男主 为什么成为男主 因为 他的爸爸 想到 他的大儿子 哈兰 已经死在乌尔 结果他来到 这个地方叫哈兰 跟他的儿子的名字 一模一样 我不晓得 那个地方是因为 他们去了以后 才叫哈兰 还是 早就已经叫哈兰 他们到了那里去 但是anyway 他的爸爸不愿意继续往前走 所以他们在哈兰住了一段时间以后 那么他就死在哈兰 这个时候上帝第二次的呼召 临到亚伯兰 就是亚伯拉罕 那个时候他真正明白 为什么要离开傅家 因为傅家 就是留恋 亲情 到一个地步 不能够跟随神的旨意行 我不是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 像亚伯兰一样 要离开傅家 亚伯兰是几岁的时候离开傅家的 75岁 所以说孩子还小的时候 你不要赶他走 上帝要你去应许之地 你赶快离开我 也不能跟爸爸妈妈说 我要去应许之地了 所以我要听神的呼召 所以我要离开你 离开傅家的意思是什么 离开傅家 就是离开comfort room 离开倚靠人 因为当我们离开家的时候 最大的敌人 最难熬的一件事情 我不晓得在座的 有没有留学生 你们来到美国 你们觉得最难熬的是什么 就是没有亲情 没有亲人在身边 寂寞 孤独 很可怕的 真的很可怕的 我儿子 他很开心地被公司调到香港 刚去的第一年很兴奋 跟儿媳妇两个人 在那边生活很开心 他们在那边享受新的环境 可是第二年呢 第三年呢 他们开始感觉不一样 他们想家了 很孤独 虽然是夫妻两个人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很孤独 因为爸爸妈妈不在 所有的亲戚不在 在香港我们一个亲人都没有 就是我儿子跟媳妇两个人 于是他们就开始申请 不是回到美国来 就是调到台湾去 终于在六年半的时候 他调到台湾去了 他开心死了 为什么 在台湾有婆婆 有舅舅 有叔叔 还有很多的cousins 为什么上帝要呼召亚伯拉罕 离开父家 我觉得是有原因的 因为当我们孤独的时候 当我们无助的时候 当我们需要有人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上帝扮演那一个角色 神希望我们独立 但是 神告诉你告诉我们 父母有一天都会离开 我爸爸活到99岁够老了吧 但是他还是离开我了 我的岳父活到101岁够老了吧 他今天离开了孟伟啊 也离开了我的岳母啊 所以当我们回到台湾的时候 岳母特别开心啊 特别开心啊 在我们还没有回去的时候 他就拿了一个红包给孟伟的妹妹 他说 达威跟孟伟要回来了 你把我那天可能我身体不好 见不到他们 你把这个红包给他 我不告诉你红包有多少钱 寂寞 孤单 是我们人性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憾 但是上帝说 我与你同在 这是 上帝要训练亚伯兰的一个地方 他们 接受了这个护照出去了 出去以后呢 出去我觉得那是一个消极的一个动作 但是亚伯兰听到这个命令以后 他就前往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有没有目的地 没有 所以有没有应许之地 不知道 但是 上帝要他创造应许之地 这是上帝带领他出来的原因 因为他如果留在吴尔 如果留在哈兰的话 他会继续不断地被当地的文化 跟信仰偶像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错误的信仰 吞刺他 他必须要离开 但是离开了以后呢 如果他不创造新的文化 不创造新的信仰的文化 他没有创造上帝 神国的文化的话 其实 他走到哪里去 都会把吴尔的文化带在身边 就像你 像我一样 到了美国来了 我已经到美国来48年了 哎呀 不得了 48年了 我是不是应该已经被美国同化了 No 我把台湾的文化带到美国来了 我在家里面吃台湾的口味 我在外面找台湾的馆子 我在哪里都是怎么样 我数数字的时候都是用12345 觉得不会是1234 等我数完了以后我再告诉他 一共是1845 但是我心中不是用英文数的 所以说如果今天亚伯拉罕他离开了乌尔 离开了哈兰 他没有创造天国文化的话 他是没有出去的 换句话说他走到哪里都不是上帝的应许之地 只有当他建立了天国文化的时候 那你才是他的应许之地 怎么讲 当他离开哈兰 第一站到哪里 到世界 到了世界以后上帝与他同在 上帝跟他讲说 这个地我要赐给你 他就在那里逐坛 逐了第一个坛 那么换句话说 他开始了天国文化信仰的生活 那你才是他的应许之地 可是他有没有留在那里 他没有留在那里 他继续往南走 就去到了伯特利跟爱之间的三地里面 但是他在那里怎么样 仍旧竹坛 然后呢 他又往南走 因为他是牧羊人 他一定是什么 竹草而居 对不对 竹草水而居 所以他一定不断地在迁移 那么他迁移到南地的时候 碰到了荒年 结果他就带着妻子 没有儿子 带着妻子 就下到埃及去了 在这个时候 他没有带着刚刚创立的信仰文化 他没有在埃及设计坛 他没有在那里寻求耶和华神 所以他做了一件糗事 一件不美的事 就是任由埃及王 把他的妻子抢到宫里面去 不能说抢了 就是 娶到宫里面去 差一点成为埃及的皇后 这就是为什么 信仰生活要一直不断地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才不会做傻事 才不会做傻事 所以说 上帝带领亚伯拉罕 进应许之地 其实是在操练他 第一个操练就是建立一个 进钱的文化 那么第二个呢 上帝要操练亚伯拉罕的 就是要操练他 成为一个 我们看下一张 与世无争 以神为满足 建立一个属天的价值观 我们进来看创世纪十三章二道四节 亚伯兰的经营 深处极多 亚伯兰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 也是他起先祖坛的地方 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这时候他做了一件傻事 从埃及 羞羞羞羞羞的回到迦南地 那么他想到什么 他想到哪里有祭坛 他就往那边去 他又回到了他第二个祭坛 就是爱跟伯特利之间的三地 在那里我们看到怎么样 亚伯兰他的经营身序都很多 亚伯兰一路走来 他知道是神使他富有 他的眼目心思 总是会回到神的身上 这是一个与本性抗衡对立的操练 你同意吗 当我们拥有很多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我到教会里面来 敬拜上帝 跟上帝献上礼物 还是约个朋友 去那家好好的吃一顿 然后呢 带着孩子去那里旅游一下 好好的坐在沙发椅里面 告诉自己 我的灵魂啊 你有许多的财物 可以好好享受余生 就是那个愚蠢的财主一样 亚伯兰不同 他已经开始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富有 乃是因为上帝的祝福 那我们再来看看罗德呢 创世纪十三章五到七节 那你说 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 也有牛群羊群帐篷 那地容不下他们 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 使他们不能同居 当时迦南人与比利西人 在那地居住 亚伯兰的牧人和 罗德的牧人相争 跟我一起读当时好不好 来我们一起读 当时迦南人与比利西人 在那地居住 迦南人与比利西人 不只是在那边看着他们 看着他们有好见证 还是没有好见证 要讲一句话 不是你影响别人 就是别人影响你 罗德 瞧不起他叔叔 什么都敬拜上帝 什么都是上帝给的 他相信 迦南人跟比利西人 要自负吗 跟人家争夺 你一定要比别人强 你要先下手为强 为什么在这边 插了一句 当时迦南人 与比利西人 在那地居住 如果我们走到哪里 都被当地的一个错误的文化 影响的时候 那叫做好听 叫做童话 没有童话 另外就是童流合污 罗德 瞧不起他叔叔 当然也有原因 因为他叔叔 去到埃及的时候 他也是在旁边 他也在看 对不对 他也在看 但是他没有看到好的 他的叔叔走到哪里 都愿意敬拜上帝 所以第二个操练 是价值观 再说 这个与世无争的一个品格 他不是诺诺 他不是无所真 他是有所真的 你看亚伯兰 当他听到了他的侄儿 被四王的军队 掳去了以后 他有没有去分析一下 那个四王有多厉害 那个四王 他是连续打败了六族 然后又打败了五王的联军 才把罗德鲁去的 可是 真的是在爱中没有惧怕 他带了家养的 三百一十八个精炼的壮丁 他居然敢追赶这样的一个 大圣军呢 一个无所披靡的四王的军队 而且他还打赢了他们 是谁让他打赢的 麦吉喜德说 是至高神使你得胜 对不对 使你得胜 所以一个敬拜上帝的人 一个以神为满足的人 是不一样 他不跟罗德争 但是当罗德有难的时候 他不计较 他要马上去救他 而且他跟这个 这个 索多玛王 他跟索多玛王说了一句 非常非常好的话 他说 凡是你的东西 就是一根线 一根鞋带 我都不拿 免得你说 我使亚伯兰富足 他能够讲出这句话 我想你们应该可以 去掉一些疑惑吧 因为当亚伯兰 从埃及地回到南地的时候 圣经说 他带着许多的金银 身续 对不对 而且在这之前 是不是因为 那个 因为那个 埃及王要娶 沙莱 给了他很多的牛羊 你们在想是不是 他自负是因为那个原因 有没有这样想过 如果今天你听到 他这句话的时候 我相信他一定没有 拿一针一线 当他离开埃及的时候 他没有拿埃及的 一针一线 一个真正 以神满足的人 他不会争着世界上的东西 世界上的东西 是很好 也是为今生今世而预备的 足够就好 最怕的就是贪心 罗德的选择 教导我们一个功课 不是影响者 就是被影响者 当他被 所多玛影响了以后 结果他还是 必须被逼得逃离 所多玛 那么进入神 应许之地 神有一个最大的考验 就是第三个操练 那这第三个操练 就是神要亚伯拉罕 献上他的罪爱 无所保留 我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一起看 《创世纪》22章1到2节 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就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区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凡祭 这些事以后是什么事情 这些事以后 这些事以后 你想亚伯拉罕的心情是怎么样 哪一些事情 就是在他一百岁的时候 生了以撒 你想想看 在他生了以撒以后 一直到 上帝要他献以撒 大概是十五年吧 可能以撒十五岁 也有一些神学家说 他年纪很大 应该有二十五岁 还甚至于最高的 还有人算到是三十七岁 我不知道怎么算的 但是我相信 十五岁到二十五岁之间 总是应该有吧 因为他能够背着差 他能够跟着爸爸 走三天的路程 其实我要讲这个三天的路程 我真的很想讲 跟陈牧师一起去 贵州盖学校的事情 不过今天不讲 以后再讲 真的呀 一个童子走路走不了多远的 他能够跟着爸爸背着柴 走三天的路程 不简单 那他至少十五岁 要不然就二十五岁 所以说亚伯拉罕 这个时候几岁啊 他一百岁生他 大概是一百一十五岁 或是一百二十五岁吧 在那个时候 那么在这过去的十五年 二十五年的时候 你想想看亚伯拉罕 他是怎么样的 站在人的面前 我一百岁的时候 可以生儿子 你看我这个儿子 多英俊啊 他一定很开心 对不对 然后他一定 一天到晚都跟儿子说 儿子啊 爸爸有的啊 都是你的 对不对 那个时候 他刚刚才跟这个基拉尔王 也就是亚比米勒 跟他的军长签了一个和平条约 我在想真希望台湾跟中国大陆签一个和平条约 不容易 他是一族的一家的家长 他跟一个王签和平条约 而且是这个王来求他签这个的 不是他求王签的 因为亚比米勒他说 我看见上帝在你的身上 有祝福 我给你签约 我也可以得祝福 罗德好可惜 罗德看不见 还不如亚比米勒 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炼 亚伯拉罕 那么亚比拉罕有没有问为什么 他有没有抱怨 他有没有哭天呛地 没有 圣经上很轻描淡写的就是说 他就预备柴火 带着儿子备了驴 然后跟仆人一起往摩利亚山去 三天的时间 你认为亚伯拉罕没有思想吗 他顺服就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吗 顺服的人才真正的是有思想的人 很多人讲说 不要傻了 什么都要顺服顺服顺服 你被他们洗脑了 真的吗 如果不想的人真的会顺服吗 真正顺服的人 是真正会思想的人 亚伯拉罕三天在行路的时候 你认为他没有在思想吗 什么是献凡计 献凡计的意思就是 与这个世俗分别 遵耶和华为圣 以自己的生活 以圣洁的生活 来归荣耀给上帝 我相信他一定在思想 唉 生了以撒以后 把以斯玛利 跟他的妈妈下家给赶走了 唉 两次 一次在埃及 一次在那个基比尔 都出卖了自己的妻子 他做了多少的傻事 他一定非常非常的 懊悔 他也知道献击是为了要洗击 洗涤他的罪物 但是这个祭物不是别的 是他自己的儿子 我们先撇开祭物 我们先来看 为什么要指他 指示他到这个摩利亚的山上 历代字下三章一节 那边说 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 耶和华向他赴大卫显现的 摩利亚山上 换句话说摩利亚山是在耶路撒冷 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赫场上 大卫所指定的地方 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圣殿 原来这个地方 后来神拣选为建造圣殿的地方 成为亚伯拉罕以撒亚各 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献祭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不要献祭 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 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我们读前面两句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 一同白白地赐给他们吗 神爱世人到一个地步 愿意将他的儿子 当成赎罪祭 神爱世人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换句话说 今天神呼召亚伯拉罕 也同样地呼召你和我 你愿意献上你的罪爱吗 好好想一想 因为天父上帝 为你为我 牺牲了他的罪爱 耶稣基督是不是 天父上帝的罪爱 他都愿意 而且这边还讲到说 不但为我们舍了他的儿子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 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我们要到哪儿去找应许之地 我们为什么要找应许之地 我们在的地方不够好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应许之地 希望是一个牛奶雨蜜的地方 2007年 我跟孟伟去到以色列 我看到以色列没别的 一片荒漠 石头倒是一大堆 所以他们有一个习俗 谁不慎洁 谁犯了罪 然后就可以用石头打死 因为这个刑具到处可得 然而我们却把它想成是 牛奶雨蜜之地 到底为什么会是牛奶雨蜜之地 亚伯拉罕告诉我们说 哪里有祭坛 哪里有上帝 哪里有上帝 哪里才是真正牛奶雨蜜之地 我从台湾来到美国48年 直到我读了这段圣经理解了以后 我才知道 我离开是为了要来到美国 有一个新生活 就是建立一个敬虔爱神的生活 我离开不是离开我以前的失败之地 我离开乃是要到 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来建立 而且要建立蜀天的价值观 不是来美国遍地黄金 都是骗人的 美国没有遍地黄金 我说的一句话 美国满地都是人的尊严 不是吗 我们哪一个人不是丢下我们的尊严 在这边打拼出来的 然后呢 你真的走在路上是看到黄金吗 都是看到前辈所留下来的尊严 你就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 我们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敬虔爱神的生活 我们在这里要以神为满足 要建立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 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节 你们不用念我来念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好快 马上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大家都知道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既然是应许的 是不是他得到 他没有得到 他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原来以撒雅各也没有得到 他没有把它当成遗产给他们 因为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我读这段圣经给你们 就是告诉你们 亚伯拉罕真的没有得到应许之地 他在那个地方 你说不是应许之地吗 他没有得到 圣经上讲的他没有得到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换句话说 他们不是得到应许之地死的 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 太直接了 没有得到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 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此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这个他是上帝 已经给他 就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 已经为他们预备了 预备了 一座城 希伯来说 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此 神称为亚伯拉罕的神 不以为此 因为他为他们 已经预备了应许之地 这应许之地不在地上 在天上 但是 我今天给你们传讲的信息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虽然没有地上的应许之地 但是你却有通往应许之地的路程 我们都在这个路程上 不要离开这个路程 上帝一定会带你进入到 那永恒的家乡 也就是应许之地 真正的应许之地 所以应许之地 其实是从天上 已经流到我们的身上 就在你我的脚前 就在你我的脚前 你要离开 离开你陷在他的地方 跟随上帝往前走 你就是在应许之地 祝福大家 我再说 只要我们与亚伯拉罕一样 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往神要指示的地区 在这一路上 你就会经历 什么是丰盛之地 就是神所应许的 祂能 祂也一定会 把我们领进 应许之地 我想在这 希望将其他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